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天天 我有个朋友最近胖了好几公斤 我们就问他说 你最近是吃什么 怎么身材会变这么多呢 朋友就说 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吧 越来越晚睡 而且每到了晚上 肚子就饿得特别的厉害 养成这个吃宵夜的习惯 就这样在两个月内胖了好几公斤 其实我想我们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的经验 到了晚上七八点或是八九点了 有的时候是十点十一十二点 特别想要吃一些什么 甜食淀粉类的食物 现代人会养成吃宵夜的习惯 跟古人可是不一样啊 古人有时候呢会碰到粮食短缺的问题嘛 为了要生存 随到了晚上自然呢多吃一点 储存能量 应付粮食短缺的危机 可是到了现代 如果晚上还是一直在吃高热量的东西哦 那体重就很容易直线上升啦 你看现在很流行在晚上工作结束后 三五好友 约去那个大吃一顿 我也落下自己 到了晚上十点多都要睡觉的时间了 还想吃点什么东西 为什么快到大半夜了 还这么想吃东西呢 以自己谈生活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晚上特别嘴馋 增加肥胖的话题吧 美国研究认为 这种晚上特别嘴馋的现象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生理时钟造成的 人类的身体会因着不同的时段 处理营养素 还有热量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比方说到了晚上 你摄取了比较多的热量 你的身体呢 就会把热量储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但如果你是在白天吃 那就不一样了 在白天你吃的食物 吸收的热量 燃烧的速度都会快很多 所以为什么会说 你要吃高热量的食物 那你是白天吃呢 比晚上吃还要更好 因为晚上就很容易囤积 但是白天呢 你的身体会知道说 啊你的身体还没有休息 他还在工作 自然而然的 会比较快速的消耗热量 那刚才说到这个生理时钟的改变 让人到了晚上 特别嘴馋想吃东西 这其实就是现代人熬夜的问题了 因为科技的进步 这些高科技的设备 还有工作的重担 让人越来越晚睡 也因此呢 时常出现睡眠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晚上睡得比较晚 睡前就会很想吃东西 这些食物的热量 就会被你的身体储存起来 再加上睡眠不足呢 身体的代谢也会变得很缓慢 很自然的 当然会变胖了 那么有个实验是这样说 研究员呢 找来12个身体健康的成人 这些人都没有肥胖问题的 他们在实验室里面住了13天 睡一觉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都是按着研究计划 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 过了13天之后呢 这12个人 在早上8点的时候 肚子最不饿 可是到了晚上8点 饥饿感就特别强烈 所以生理时钟 是会调节我们的食欲 如果我们晚上吃宵夜 到了早上 很神奇的 你的肚子就是不会想要吃东西啊 他有一句朋友时常说的 我的胃还没醒呢 所以还不到吃东西的时间 可是到了晚上呢 他又变得胃口大开啊 那有人就想问啦 哈 我平常工作呢 压力已经这么大了 到了晚上我就想吃点东西 顺便让心情放松一下 那我可以吃什么东西呢 亲爱的朋友 如果晚上想要吃东西 这个晚上不是指晚餐的时候啊 而是指说可能已经8点9点了 这个时段你可以吃什么呢 强烈建议你吃的食物热量 一定要控制在100大卡之内 你可以吃像是茶叶蛋啦 巴勒啦 低热量的水果 或是呢 煮个紫菜蛋花汤 低热量的食物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变胖的问题了 如果你想要减重 又想吃高热量的食物 还是建议你在白天吃吧 而且一定要早点睡觉啊 睡眠充足 很自然的晚上 就不太会想要一直找东西吃了 我们的身体呢 非常的奇妙哦 有个生理时钟在里面告诉你 你肚子饿了 你要吃东西了 当你饱了 他也会告诉你 让你知道你吃饱了 不需要再继续吃东西下去哦 上帝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给人这样子的生理时钟 如果要谈饮食呢 就一定要来看创世纪 上帝说 看哪 我将遍地一切 结种子的菜书 和一切树上所结 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上帝先告诉人 可以吃什么东西 之后呢 就对人说 该怎么吃这些食物 是三餐定时定量吗 哦 还是怎么吃呢 上帝对人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哇 上帝说随意吃耶 这个随意吃的意思 不是要我们什么大吃大喝哦 而是告诉我们 你肚子饿就吃 你不饿呢 就不必吃 什么时候想吃 再吃 我就想到有些父母呢 在喂小baby吃东西哦 这小baby呢 已经肚子饿了 在那儿哭闹 可是父母呢 却看着时钟说 哎 这书上写的 还不到三个钟头啊 还不能够喂小baby啊 这父母呢 想给孩子建立生理时钟啊 但是父母忘了 每个孩子的生理时钟呢 是不一样的 有些小婴儿吃一点呢 可以饱很久 但有些小婴儿呢 吃很多 却一下子就饿了 所以看到很多父母呢 光是在喂孩子吃东西啊 就哇 一个头两个大了 孩子明明不饿呢 还是一直要孩子呢 多吃一点 你想上帝多有智慧啊 上帝说 这些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随意吃 你知道自己会肚子饿 你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饱啊 所以在伊甸园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三餐定时定量呢 会有三餐定时定量 也是因为人后来工作啊 这个越来越忙碌了 常忙到呢 都没有时间吃东西哦 自己肚子饿了 还忽略 结果呢 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什么肠胃的毛病啦 等等的 其实上帝当初在帮我们设计啦 不论是我们的生活啦 我们吃的东西啦 我们怎么吃啦 以前哪需要煮饭呢 不用嘛 因为果子就直接长在那里 你饿了 直接采来吃就可以了 上帝为我们设计的 是这么样的美好 可是呢 人类却不想要听上帝的话哦 人类觉得呢 嗯 我要照着我自己的喜欢的方式来做 我觉得这样子做比较好 结果没想到 哇 你看现代人的饮食 是不是有很多的状况呢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真的从圣经里面呢 看见上帝当初创造的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用神的智慧 来过我们的生活 今天的Easy谈生活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